第一球 台北数位内容创新中心正式动土 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和伟创总经理林建勋 共同职产 预计2026年9月启动营运 地点就选在台北内湖科学园区 与南港产业聚落的枢纽位置 我们希望能够帮台北市 台北市能够打造成一个国际级的 一个数位发展的城市 然后顺年的我们的企业总部 也会搬到这里 跟台湾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是台湾企业 内湖科技园区 已经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产业聚落 我们目前有超过6700家的厂商进驻 而每一年的营收更高达了5.2兆 台北市市文内容创新中心 比优提案 民间投资超过新台币62.5亿元 新建总楼地板面积约28000平 将提供市文内容 自通讯产业等厂商进驻 北市府预期50年7月期间 至少创造57亿元的政府收益 维创也将透过企业创投 预期将培育140家新创事业 引进13亿元的投资额 生存式AI跟数据内容绝对是有相关的 那生存式AI其实可以帮助整个IT产业 能够很快速地能够往前再进一大步 微创举出未来将建制 数据内容需要的虚拟环形摄影棚 LED锯目等硬软体设备 看好未来虚拟实境 5G大数据以及AI人工智慧的数据内容 将成为发展趋势 期待借由以硬带软的策略 以高效能硬体设备驱动台湾数据内容 加速创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